四种动物睡觉的样子 章鱼 章鱼睡觉的时候会找到一个狭小的缝隙 然后把六只触手卷起来 留下两只触手直斑 这两只触手会来回转动 如果直斑的触手发现了敌人 那章鱼就会醒来与敌人战斗 阿拉斯加太平洋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 大威·希尔在观察养在家里水缸的章鱼海地 发现章鱼在睡觉的时候会改变身体的颜色 希尔还发现海地的变色顺序 类似它捕食螃蟹的变色顺序 所以猜测章鱼睡觉可能会做梦 不过也不排除章鱼睡觉时候 对于变色细胞的控制降少 所以才导致无意识的变色 这是第一次记录下章鱼的睡觉变色过程 猫头鹰 在我们的印象中 猫头鹰应该是站着睡觉的 但是小猫头鹰睡觉的样子却是十分奇怪 它们睡觉时脸朝下 就像是一个被扔在一旁的玩具一样 这是因为小猫头鹰的头太重了 所以它们不能挺着腰杆 因此只能趴着睡觉 如果是在树上睡觉 小猫头鹰会把肚子贴紧树干 用爪子勾住树枝 等到小猫头鹰长大之后 就可以站着睡觉了 成年猫头鹰在睡觉的时候 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时候它们的左右半脑会轮流休息 闭上眼睛的那半边大脑再休息 海塔 海塔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海面上的 它们仰面朝天 双眼紧闭 身体会随着海面的波浪起伏 看起来睡得很安逸 不过它们很容易随着海浪飘远 在睡觉的时候 还可能会遇到捕食者被吃掉 因此海塔在睡觉的时候 会把海草绑在身上 来避免被海浪飘远 除了海塔 海马睡觉的时候 会把尾巴绑在水中的植物中 防止自己被水冲走 海塔宝宝则会在海塔妈妈的肚子上睡觉 如果是很多海塔一起睡觉 它们会拉着手一起睡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海水冲走 鲸鱼 我们都知道鲸鱼不是鱼 而是哺乳动物 它们用肺呼吸 因此鲸鱼需要经常在海面上换气 那么鲸鱼睡觉时候会睡到一半换气吗 经过研究人员发现 鲸鱼只用7%的时间睡觉 每次大约睡10到15分钟 所以它们睡觉时不用担心换气的问题 科学家将鲸鱼的睡眠姿势分为两种 一种是呈水平或垂直的姿态 在水面附近漂浮 另一种则是在同伴的陪伴下缓慢地游动 有时候鲸鱼在睡觉的时候会进入单半球慢波睡眠状态 这时候鲸鱼既可以放松身心进行深度睡眠 又可以对周围保持警惕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一只传播奇闻去世的兔子 这次鲸鱼既然会进行深度睡眠的阶线 这次鲸鱸鱼既然会进行深度睡眠的阶线